6月14日天气概况 西南气流及中国华南云雨带持续进入台湾 并延伸影响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 金门马祖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银封面的南部地区和马祖雨是比较明显 容易有短暂强降雨 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其他县市的平地 是云层较厚但偶有阳光的天气形态 午后在大台北、基隆伊兰 及各山区容易有雷震雨或局部大雨 从预测模型及中央气象鼠综合显示 封面及太平洋高压都在台湾附近 各地区有短暂震雨的几率 白天各地低的气温约在26、27度左右 高温则32到34度 但大台北、花冬纵谷局部地区 高温飙到36度或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